來 關心的是這個水的問題 南島這幾天雖然有落後 不過濾水庫這個火也是落了很悠閒 另外談的這個水位 以往是給水位 四個月頭 裡面就有三個月頭 這個油店要進出就需要調節 有這個調度農業營水的濾水 我們分享 因為他們的進水量 不夠 也是要由這個六個月頭來提供 中部地區水口水情不六關 這月頭水口的水量 只有四個月 但是四個月頭有三個 因為水位太過程 真正有標準的 方向 必須要調節進出行動 各個我們的水浴 舊頭都走出來了 右側現在是擱淺沒辦法使用的 照霧的話也是右側有封閉 玄關碼頭的話 也是右側有部分封閉的狀況 其餘地區目前的水位管道 是在738.5至739.5一間 但是 共用中華和雲南路水 給流漁的治療核研 還有出現必須要監控農業用水5%的調度 中部水智亡局基礎 目前看起來還有150棟 他還要調度調節 應該可以順利到過一期的渡足 水上大概要220萬噸每天 所以不足的120萬噸的水 是請台電那邊補充放下來 農業跟工業的用水 只有5% 標地的用水跟農業的疫情到座 公關是沒有問題 中部水智亡局標示 有一些痰的幫忙 跟其他灌溉區相比较 中華和雲林 算是最對狀況沒那麼吃辣的 但是 還有少爺的農民提前的問題 欠水來用 將度過這個打水機 接下來傳播到